去日没有,日本艺人智村剑,因新冠肺炎病逝,向年七十岁。 智村剑本名,智村康格,日本东京都东村山市出身,日本的喜剧表演艺术家, 因其在日本喜剧界的地位,被许多晚被艺人称为日本的喜剧王,在台湾省,泰国,印度,欧美等地也享有高知名度。 30日上午,智村剑事务所发生,智村剑于昨晚11点10分离开,家属谢决电仪, 公花,告物等一切仪式,首页和葬礼,只限进行参与,告别会等候许安排,也将和家属商讨后再行公布。 2020年3月23日,智村剑被确诊为新冠肺炎。 2020年3月26日,智村剑因新冠肺炎病情,推出七首次主演的电影《电影之神》。 70岁的智村剑于3月17日起,因疲倦而聚焦疗养,19日出现发热和呼吸困难等症状。 20日,被送往东京市内医院接受治疗,先被诊断来严重肺炎,之后于23日晚间确诊感染。 新冠肺炎 24日,医疗机构根据智村剑的发病日期,对和其密切接触人员进行了调查。 现在这些密切接触人员都已聚焦隔离,智村剑本人则住院治疗。 日本TVS电视台报道称,智村建议于24日转院,已安装人工被进行治疗。 他曾出现严重症状,不得不进行器官插管治疗。 有日媒称,他的病情比想象的更为严重。 目前,日本娱乐圈及智村建议一人感染,但他作为日本喜剧天王,对整个日本娱乐圈造成的影响不容下去。 智村在发病后就没参加过节目录制了,但由于其感染路径不明,很有可能导致娱乐圈内部感染扩大,以及群体感染情况的出现。 感染.